根本完全都不需要 而且你會發現 他要馬上看到結果 如果以前有寫那個 Java寫的話 還有一個模擬器 你要傳送到模擬器 要等好幾分鐘 好幾分鐘才可以看到結果 這個 按個套用就出來了 真是太棒了 什麼你寫完馬上可以看到結果 所以 這個東西 如果懂得善用你的 生產力真的是 大大提高 OK 我再把重點提示一下 剛剛只做幾件事情 第一個 點兩下 或者你是按右下角 點選他 按右下有個一直比 也是一樣 修改 裡面的話如果要至終的話 請找到 先把Market改Auto 再來這個Wise也把它改Auto 這個改Auto會至終 這個改Auto自動會縮放 再來邊框 如果你要邊框的話 請給一個寬度 再給一個填充的內容物 再給顏色 按套用 就會有結果出來 大概是這樣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然後 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Google地圖馬上就可以做出來 如果說你要做幾個經典的Google地圖 實際上就是 當然你可以做靜態的 這個清單跟前面一樣 連過去有哪個 但是這種方式 比較笨 當然比較聰明是 連過去他會自動去更改經緯度 還有更改Title名稱 這樣不就可以有個活的 就是只要兩頁 第一頁是Menu頁 第二頁是景點頁 就可以完成 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今天時間可能也不太夠 所以 這個部分是 下一次做的 動態的部分 回去有時間的話 反正 多用 多多 或者是你可以先try一下 或者先把那個靜態的 你如果可以 做靜態 你可以 把這個部分做個靜態的一個App 一個Menu嘛對不對 然後看 五個景點 六個景點都可以 然後做 看幾個頁面 跳過去他至少你們可以 跳到那一個 頁面的地圖 說放的比例自己可以再調整一下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好